中国北京市政府最近打算要拆迁的是昌平区崔春镇的香糖文化新春 而且他们发出了限令要3900户的居民 一个礼拜之内全部要搬走 引发了居民抗议 有人是绝食抗议 有人因为抗议就被拘捕了 但你知道吗 这一个地方十多年前在这边盖起了别墅 甚至还有四合院 被官方认定是示范村 但是十多年过去竟然说这边是违建 得要强制的拆除 而这中间的转折据说跟风水有关系 因为有风水家就去跟习近平讲了 说这个文化新春它盖在龙的气口上 恐怕会让龙奄奄一袭 所以提到这个龙脉 是不是大陆政府现在特别的重视 要问一下社长了 其实龙脉自古五千年以来 好像很多的皇帝都很信龙脉之说 对我们讲说江山永固万事永昌 是每一个帝王之梦 那帝王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梦想 其实有两件事情他必然要做 第一个是自己的林子 我们选的地方一定要选在龙脉之上 这样才会万事永昌 可以披印子孙 那另外对手的龙脉你要把它破掉 免得他有一天新兵过来 会把你取代你这个王朝 那所以刚才讲北京昌明这边 北京昌明本来就是一个龙脉所在 林十三林就在这个地方 非常清楚 那我们讲说其实这种龙脉 龙脉不单自己要选到 对方的龙脉要破 其实这种故事很多 在明朝我们讲到一个人 神机妙算刘伯温 刘伯温我们讲说他神机妙算 其实他手上有一个绝活 绝活就是斩龙脉 斩龙脉对 当时朱元璋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条金龙向他扑过来 张牙五爪的将他扑过来 他吓 吓了一跳 然后他梦中还梦见 他醒来又看见他的金丸垫 有三支箭钉在他的金丸垫上 一支钉在他洗脸 那个洗脸的我们是金盆洗手 他在金盆上面 那第二个第二支箭 钉在那个金丸垫的那个墙壁上 第三支钉在他金丸垫的那个环龙柱上 他把这个景象告诉了刘伯温 刘伯温就开始算不好 这支龙向你扑过来 还好他不是一支成型的龙 他是一支小龙 还不成气候 但你如果不理他 他有一天沉气候了 他就会取而代之 那这三支箭是从西方过来 表示是说这个是西方 西方有这种 有龙要绝起了 有王气要小心 结果他就开始算 西方这边一算 在那个朱元璋定都南京 南京西方其实满眼的一个地方 叫青海 青海是昆仑山的那个 我们讲中国的祖龙 龙脉最重要的昆仑山 昆仑山东芝的芝麦 芝麦有一次在青海这边 叫龙凤山 他算算就是龙凤山 那龙凤山有人会来期待你吗 后来一查 他说朱元璋当时曾经流放 一个他身边的大臣姓李 姓李叫李靖王 就到青海这边来 那这个李靖王 他其实也不懂风水 他到这边的时候 刚好他父亲过世 过世要埋的时候 那个风水先生跟他讲 就地这个地方就是龙凤山 埋这边对你非常好 结果就埋在那边 但这个风水先生 跟这个李靖王讲说 你埋了以后 你要向东边设三支箭 而且要等你父亲百日之日 要设这才会有奇效 结果这个李靖王耐性不够 没有等到百日 等到九十九天 他竟然就拿起来设了 差一天也完蛋了 为三九论功亏 就是差那一天 结果所以朱元璋梦到这个 刘伯恩就算 那没有错 就是有人想期待你 应该就是被你流放这人 心怀不轨 哪一天会从青海起病 所以他就带军队 带人去青海这边 刚才讲的龙凤山 断龙脉 他当时把龙凤山 整个都挖掉了 但问题还有凤山 凤展次飞翔是不得了 他在挖凤山的时候 白天挖 晚上让步兵 军队休息 但问题来 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 那个整个又复原成 还没有挖的状态 对 但他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有一天 一个士兵 有一个士兵 在挖完龙脉 挖完那个凤山的时候 要走了 走了又忘了带 把鞋带走 后来想不对 我那个鞋在那边 又晚上 趁晚上回来摸 摸那支鞋回去 结果没有想到 他去拿那支鞋的时候 突然听到地底下 传来一个声音 是啦 说还好他们都是白天挖 如果晚上挖了 继续挖的话 不要间断 我们就没有时间 让这个地方复原 所以刘伯温 这个士兵回去 又跟刘伯温讲 刘伯温讲 好 明天开始 连日连夜赶工 全部给我一直挖 开挖了 对 所以以前白天只挖到 九丈九尺 后来一路把它贯穿进去 把这个凤山里挖断 所以这个李静隆 后来起兵 等于说起兵 要返民的时候 返住院长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他们说这种破龙脉 其实非常重要 另外我讲 那刘伯温这么厉害 明朝 后来不是被清朝也取代了吗 其实刘伯温到处挖龙脉里面 他漏掉一条龙脉 中国有六大龙脉 昆仑山 西景山 西景山是那个昆仑山 东南的一支支脉 对 还有长白山 峨眉山 太行山 秦岭这几个 这些都被他破了 对 但他有一个地方没破掉 就是长白山 就是后来清朝取代他 干嘛独落这个 因为他其实有算到 后来他带人去长白山 你看的时候 长白山中国东北 阴天邪地 中年很大 而且人 人烟稀少了一个地方 他想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 是不是我算错 不成气候 所以长白山他没有动 他没有动 所以后来他回来以后 没想到两百多年之后 你看长白山东边有一支 就是南边 南边有一座山 叫启蕴山 启蕴山就是清朝皇陵 那个我们讲 鲁尔哈士的首宰 鲁尔哈士 那个光外之灵 光外山灵 就放在这个启蕴山的山脚下 所以这个启蕴山 这个支脉 它就是清朝的一个龙脉 那启蕴山其实在 在中国很玄奇 我们讲说这种龙脉 就是说很清楚 启蕴山你看 他这边高高低 后来就越来 走向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到溥仪这一带 已经最低了 那启蕴山刚好十二座山头 十二条山头 他十二座山头的高低起伏 刚好对应满清十二朝 十二地 十二个皇帝的一个 在位的连带 跟胜衰 康永泉最胜的时候 对 他是最高 山头最高的时候 底下溥仪 已经弱到不行了 已经快完戒篇了 对 他山头就最低的时候 又刚好十二座 所以有人讲说 他十二座山头 刚好对应这个清朝的时候 那当时 他是一条龙脉 叫玄龙 所以刘伯恩当时算 没算到这一支 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地方冷 又没有冷 所以他没有去破这个龙脉 结果你知道 他就留下这个隐犯 千算万算没算到 对 但是破龙脉自己有时候要付出代价 真的啊 刘伯恩因为他长了太多 中国太多龙脉 所以上天不许 上天不许 所以有人讲说刘伯恩后来 那个朱元朗对他也不好 对 对他也不好 猜忌他 对 后来 后来 他的两个年获吉子孙 他的两个儿子 他的长子叫刘连 刘连得罪谁 得罪胡威庸 被胡威庸把他推到金里面 把他长子刘连推到金里面 死掉了 他的赤子刘瑾 刘瑾 刘瑾得罪明成祖 在明成祖的时代 明成祖叫他来我这边当官 那这个他刘瑾有点骨气 说这个是创位的皇帝 不去 不去 而且跟明成祖讲 以后史书会有一些公平的评价 我不去 结果后来被明成祖把他下意 抓到狱中 杀了 所以他后来付出很大的代价 刘伯恩 展龙高手付出代价 跟盗墓一样不行的 对 那其实在这种龙脉之后 很早以前就好了 我们知道秦始皇 秦始皇也是一样 他也是到处在破龙脉 他曾经听方氏讲说 南方 因为秦始皇定都在陕西 在咸阳这边 南方这边有王气 紫气冲天 后来方氏就夜观星象一算 在南京的紫金山 所以后来秦始皇就带位去破 把紫金山破了 结果这个方氏到紫金山 我们知道江苏南京这个紫金山 我们一句话在形容说 龙盘虎寂之地 所以深水风水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那这个方氏到了这边以后 他怎么做呢 我们说展龙破湖 就是这个地方 他把那个紫金山 把紫金山整个用几万几十万民工 把它整个开枣 把它整个中间切断掉 把紫金山切断掉 那紫金山问题 紫金山前面还有一座山 叫方山 四方形的山 方山其实我们通常去的时候 会讲说是天鹰山 天上四的那个 盖个印章 因为四四方 叫天鹰山 他这个天鹰山不破也不行 所以紫金山贯穿以后 后来他们做得更绝 是开了一条河 引淮河之水 贯穿这个天鹰山 要破就破到底 又破就破到底 所以后来这个淮河 经过黄云山这条叫什么 叫秦淮河 秦朝破的秦淮河的由来 那你知道这个 天鹰山也破了 紫金山也破了 有没有道理 中国你看历史的走向 秦始皇之后 从第一个朝代 在南京建国的 称王的孙权 孙吴 孙吴之后 还有九个朝代 等于始朝古都 定都南京 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怎么了 国座都很短 都很短命 都很短命 对现在想起来是 对 甚至南北朝 时代那个齐国 定都这边 二十三年 灭掉了 灭掉 所以在南京这边 你可以看 很少 定都在这边的 国运 什么讲说 江山永固 国运昌龙 万事 传奇万事子孙 没有 没有 所以秦始皇当时 挖这个紫金山的龙脉 把南京的风水也破掉了 但是他有没有付出代 一样 因为紫金山这个龙脉 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气脉 你 人家说大罪大罚 小罪小罚 你破这样的一个山 天命不喜 对吗 所以后来有人讲说 秦始皇自己在位15年 秦朝整个15年灭国 原因是什么 他也做了一件 很相当令上天震怒的事 叫破紫金山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